大家好 這個時候幾點 還有晚餐還是午安忙 大家好 我是 其實我自己也是客家人 那我們也是很難等 我覺得說能夠在這個 客語文化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基本上我在這邊是非常肯定大家 也是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一起在我們的客語上面 做這樣一個推動 那我想今天我們這個 其實我想這個 我們課委會有安排 這樣一個實質的訓練演習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大家願意參與這樣的 這個部分成果 我覺得我鼓勵大家 那我不知道說 因為這裡面有些看到一些雙面孔 應該是都有在學校 也有擔任做我們課理的老師 不管你是從幼稚園 或者在學校的小學等 一年級中面孔 還有面孔的部分 那我想這邊我一定要在這邊 感謝大家 也是覺得你們要繼續的鼓勵 那剛剛蔡主任有針對大家 各組的部分 我就不再重複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今天看到的演出 就是在一個教學演示的過程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 應該今天大家都會通過我們的認證 我也覺得今天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看到的就是說 合作 團隊的一個合作 我想應該今天只有一個人出來演示 應該其他要當做學生 那你這個人的一個教案的設計 做著一個人 我看上面都有寫作怎麼樣的主任合作 所以我覺得一個合作 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 資源教師 那個本土裡的資源教師 其實在一起 我看他們也都會互相討論 我想這個跟人家合作 團隊能夠去請教別人 去一起互相學習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今天也看到的部分 然後在你們的教學過程裡面 或者在我們活動設計裡面 我有看到一些自家座 就是說做得很不錯的很棒的 我們其實未來如果有不錯的部分的話 也是可以做一個分享交流 那今天有看到了幾個教案是不錯的 比如說在我們比較完整的 可能就是剛剛有第八組的 以及我們的第四組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一個他們的教案設計裡面 是比較完整 所以我想會後期大家可以 度相的在做一個切磋觀摩學習 我常常會覺得是這樣 我跟學校的老師分享也是這樣說 或者跟我的學校的實習老師的分享 也會這樣說 就是說你今天在這堂課程裡面的教學 或者你在這個單元的教學 或者你走進教室裡面的教學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想要給學生學什麼 我就要講的就是那個學習的目標 你進到教室裡面你要目標是什麼 你今天比如說你教的是水果 那你想要孩子學到什麼 我想這個就是很重要 就是一個目標 你想好了這個目標 教學的目標以後 你就去做一個設計 那你的設計裡面就會有剛剛主任說到的 我的設計過程裡面 我的教學過程裡面會有一個動機 什麼樣叫動機我想應該都我們的講座都有講過 你要讓小孩子喜歡 一下子就會讓他 因為他坐在課堂裡面 他有時候會覺得老師你要來做什麼 或者他實在不是很想聽 那你就有一些動機 比如說你剛剛我們的第八組 他比如說他的水果那個東西 他是引他動機 或者你敲敲什麼東西 讓孩子洗 突然引起他的興趣 那個就是一個學習的動機 那我想那個動機就很重要 然後你的教學設計 除了動機以外 你在這個活動的發展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讓孩子有一些學習 或者呢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學習過程裡面 他會學習到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在整個一個最後的學習 整個結束以後 孩子得到了什麼 所以主任剛剛有提到一個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就是我們在做整理 那我今天其實也有 我知道大家可能也緊張啦 時間也很短 可是呢 你一定要搶在他按鈴的時候 最後一個預備鈴 在告訴大家說要結束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做綜合活動 就是你就開始說 今天你這堂課講的是什麼 你讓孩子再做一個整理 讓他就記得說 我今天上來是什麼課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的教學活動裡面 比較重要就是你的目標很清楚 你的設計裡面 就要根據你的目標 你要讓孩子得到什麼 那個目標就是 我們最後會檢視 整個這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你孩子學到了什麼 你要他學到什麼 那就是你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然後設計的過程裡面 主任講的動機發展活動 然後綜合 綜合一定要做到 他才知道我今天 他才會有印象我今天 到底老師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邊呢 今天我們都很棒 也有教低年級的 那也有教中年級高年級 那剛剛因為那個第八組 他教的水果 他是一年級 所以他會很適合他 可是你如果用這樣子的一個 教學方式 到了高年級 他會覺得不好玩 然後他會覺得無趣 所以我想我們會根據 那剛剛也有那個 教幼稚園的 那幼稚園的那種做法 我覺得也都是很適合他們 會吸引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剛剛我有在看我們各組的教學過程裡面 我會特別注意 你是不是有適合到那個學 那個年級性 還有他以前學到的是什麼 比如說你高年級的孩子 他可能從一年級就開始學 那他到了高年級 他的先輩的知識 就是他原來的經驗是什麼 你都要一起去考量 我想今天應該是說你們都很棒 真的都很棒 然後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然後我們一起在這個客家的語文上面也好 在客家的文化上面也好 讓我們把客家文化更多的孩子來學習 跟更多的孩子來參與 讓我們這樣客家的這個本色的精神 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我想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給我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跟各位一起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